今天2023年6月1月 轮门发生了罕见的雷电事故 一座和田村的楼宇被闪电直接击中 有目击者拍下了这一震撼的场面 并经过编辑 以武被慢速播放 让大家看到实际的行驼场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闪电的空中 形成了三次回闪 Returned Joe 并在楼宇的顶部产生了强烈的闪光 而且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闪光和雷声之间有一段很短的远迟 这是因为光速比音速快得多 据我所知 现代楼宇都有在楼宇 可以将雷电引导到地面 减少对建筑物和人员的危害 但是这次楼宇被雷电 结束进行经历 可能会带成结构所 电气故障 煤气泄漏甚至 我们希望这次事故 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悔 也提醒大家 在雷雨天气要注意安全